你知道這一尊菩薩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嗎? 不知道你們有在民俗上 常常會聽到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菩薩的生日跟誕辰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個菩薩好像一個神他怎麼會有生日?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這個中國佛教 或者說華人世界的歷史上 我們往往會認為說 某一個菩薩或者說某一個佛 他是對應具體的某個人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常會慶祝的這個阿彌陀佛的聖誕 主要是在宋代的時候 宋代早期啦 有一位叫做有名顏獸的禪師 是他的生日 我們以那一天來算作阿彌陀佛誕辰 因為傳統上認為 他是阿彌陀佛化身 就是阿彌陀佛變的 那另外呢 在比如說這個 我們農民歷史上面會看到一些有關於地藏菩薩的日子 他主要是根據 在唐代曾經有一個從韓國來的王子叫做金巧訣 那麼歷史上認為這個金巧訣是地藏菩薩的化身 所以就以他的生跟族來去算所謂的誕辰 以及元吉紀念日 那麼觀音菩薩的話呢 則是按照這個中國歷史上的 有一位叫妙善公主 有一些說他是中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有一些說他是傳說人物 總之 他就是以妙善公主的這個故事呢 來算作觀音菩薩的這個出家的日子阿 出生的日子阿 成道的日子等等 但是 在這麼多的菩薩裡面呢 有一位有極大的可能性是外星人 就是文殊菩薩 在我們的上一集影片阿 我們有聊到說文殊菩薩呢 最有代表性的出場是在 他跟唯摩傑居士的對話 那整部唯摩傑經的核心呢 就是入博爾法門品 在入博爾法門品裡面呢 唯摩傑透過於一句話都不說 來傳達觀念不可信這件事情 不論是唯摩傑經或者是整個般若經系統 或者說文殊菩薩本人 他代表的這種般若智慧 意思都是 我們不要用自己的主觀跟觀念去看待事情 他都是透過摧毀觀念 告訴我們觀念的局限性 來傳達般若智慧的重要性 有代表性的在上一集影片我也跟你分享到 我們常見的金剛經 他的全文其實叫做能斷金剛經 金剛象徵的是鑽石 這個詞是鑽石的意思 在這個地方呢 指的是我們的觀念 人的觀念喔 堅固的難以摧毀跟改變 就如同鑽石一般 可是 般若智慧能夠幫助我們摧毀這個 堅固的觀念 堅固的讓我們自我限制 甚至於自我受苦的這個觀念 唯摩傑經裡面描述的故事 其實就是在很具體的解釋說 這個所謂的般若智慧的具體樣態 就是 默然 超越觀念 超越二元 唯摩傑經喔 其實裡面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唯摩傑居世 它是跟有另外一個世界有很大的關係 但經文是這麼說的 佛告設立符 有國明妙喜 佛號無動 是唯摩傑與彼國末而來生此 佛經上告訴我們 除了這個地球以外 有另外一個世界 叫做妙喜世界 然後那裡的佛叫做無動佛 或者古時候翻譯叫不動佛或阿促佛 唯摩傑居世是從那個地方 投胎到這個世界來的 這種有所謂的其他星球的這種理論 在佛教術語裡面稱之為 叫他方世界 我們稱呼其他星球叫他方世界 相對於本 另外就是他 本土就是這個我們稱之為 娑婆世界嘛 色相模擬佛的世界 其他地方則稱之為他方世界 佛經上另外一部經典就有具體的提到 文書跟不動佛國的關係 跟這個所謂的妙喜國的關係 他說這個文書菩薩的修行者呢 包括文書菩薩本人呢 要追目阿促如來 宿命本行菩薩道師 阿促如來就是不動佛 不動無動阿促是同一個 文書菩薩本人呢 過去在妙喜這個世界裡面 追隨不動如來修行的方式 所以這個關於說有另外一個世界 有另外一個國家 這種東西在佛教稱之為 叫做十方佛理論 這個我在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多聊 不過呢 在經典上記載喔 佛陀在介紹這個世界的運作的時候呢 他除了介紹我們這個世界之外 他最早最早提到的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妙喜淨土 妙喜世界 他後來提到另外一個世界 你一定有聽過 非常有名就是極樂世界 但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他提到另外一個世界 叫做妙喜世界 或者妙喜淨土 然後他提到妙喜世界一些情況 那個地方的國民 那個地方的人們 那個地方的 所有的大自然的環境阿等等 這部經典呢 就叫做不動佛國經 題外話 就目前呢 你在整個亞洲世界 或者說整個華人地區 你能夠找到唯一一部 所謂的最完整的不動佛國經的對照呢 就是我自己在2018年的時候 做過的一個版本校對 這個對照版本裡面呢 將古代的兩個中文翻譯本 跟藏文的翻譯本 都對照在一起 然後解釋了這個 不動如來的這個世界 是長什麼樣子呢 他的故事內容呢 描述的就是這個妙喜世界呢 曾經有一個出家人 有一個僧侶叫做不動比丘 然後這個不動比丘呢 他在最早出家的時候呢 他就發願 他就許願說 直到我成佛覺悟為止 我都不要生氣 我都不要受到情緒的影響 我都不為情緒所動 所以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覺得 天阿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大家就給他上了一個尊號 就稱呼他叫做不動比丘 不受情緒所動的比丘 所以呢他透過他的這個修行過程 最後他成佛之後 他的這個力量呢 就祝福到他自己的咒語裡面 我們所謂的不動如來咒 所以不動如來咒 他在這個佛教裡面呢 我們一般是用來摧毀煩惱 跟負面記憶 也就是業力的一個咒語 在實用上面呢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用來幫助人 進化他的業力 或者說進化他的負能量 那麼同時呢 我們在動物轉世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使用不動如來咒語 來幫助他代謝掉負面的能量的影響 讓他們可以超生 我自己常常聽到有一些學生跟我分享 就是說 透過持送念送不動如來的咒語 他們真的內在的那種 常常有的負面情緒跟那種很 糾結的心情都改變了 那麼至於實用上面呢 我們自己在這個解脫協會 還有包括我的這個 關係切融融花園 我們都是用不動如來咒語的力量 幫助大家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有推廣 針對流浪動物 還有包括離世的這個毛海 透過不動如來法門 去幫助他 去祝福他 那麼同時呢 針對人我們也有這樣的規劃 那這一切都是因為來自我自己的老師 這個大寶法王鋼瑪八 他認為說 21世紀很重要的療癒眾生的這種 內在痛苦的法門 就是不動如來的法門 我們剛剛提到文殊菩薩 他很有可能是來自不動如來世界 除了說在唯摩節經裡面 具體提到唯摩節居世 是來自不動如來世界之外 文殊菩薩本人呢 他也繼承了不動如來世界的三個大特點 第一個大特點是什麼 不動如來在這個妙洗淨土 他的教學方式 這個佛經上怎麼講的呢 佛陀說 就什麼意思呢 就是 釋迦牟尼佛告訴他的弟子 釋迪弗說 不動如來在他的世界講課的時候呢 他對他的弟子們講課 從一開始就直接講最難的東西 因為不用講很簡單的東西 也不用講很複雜 他們一聽就聽懂 其次呢 不動如來不會為他的弟子們制定戒律 我 就是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會為自己的弟子制定戒律 可是不動如來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的弟子們不會破解 他們弟子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個重點 就是不動如來世界的特色是 一開始就直接上猛料 因為這些人都是聰明人 這跟文殊菩薩風格很像 文殊菩薩他的教學方式 他的風格 他的人格特徵就是聰明人 精英 一教就教重點 他不會在 含情默默的從頭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他不一定適合所有人 他適合特定的某一群人 正是因為如此 所以會有第二個特色 就是不動如來的世界 跟文殊菩薩的這個信仰呢 就有一個差異 就像剛剛講的 不動如來世界他沒有戒律 他也不研究這種戒律 或者說很細節的東西 他們不研究這種細節 戒律 繁瑣的內容 同樣的文殊菩薩的教導 也不重視這一些東西 所以文殊菩薩的教導 最大的特色是 他不重視出家人 跟一般人的這個差異 不重視生俗的差異 他重視的是 對智慧的追求 而不論身份地位 他只在意的是 智力的差別 以及理解力的差別 而不是 持戒與否啦 研究的信力與否 知識的多寡與否的差別 那麼第三個 在不動如來世界教導的時候 他從一開始就直接講重點 他不會循序漸進 說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他的教導是直接走到 真理上的 同樣的文殊師弟菩薩的教導 他也不重視次帝 他不重視教導的順序 在一部經典叫做 《文殊師弟禁律經》裡面說 極順綠音則白文殊 極順綠音菩薩告訴文殊說什麼呢 一無所除 不造成勞一無所壞 所以者和 無所生法一無所盡 你看 這一整個聽起來超複雜的 他就說呢 我們沒有煩惱 我們也不需要刻意消除煩惱 總之呢 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也不需要處理任何的問題 這是因為呢 我們這個世界的人 聽東西 習慣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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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覺得是有結構的 可是不論是不動如來世界 或者說文殊不詐的風格 他都不是從 我們傳統的這個 佛教修行的這種方式開始 我們傳統佛教修行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聽到的所謂的禪修也好啊 所謂的內觀也好 他都會重視我們要先從觀察到 我們自己的生理變化 心理變化 然後再一步一步觀察到 內在的無常 再觀察到真理 文殊的風格不是這樣 從一開始就直接叫你觀察真理 所以他不重視這個順序跟次第 陀佛剛剛的介紹 你應該可以get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文殊菩薩的風格 他是很犀利的 直接切動真理 不講太多廢話 也不講規則 所以呢他也不講拘束 他是一個很自由的一種學風 可是呢他並不適合所有人 因為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我們在追隨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 按部就班的一個步驟 文殊菩薩沒有這一些 他從一開始就直接告訴你 終點在哪裡 如果你能夠理解就可以理解 如果你無法理解 那就沒辦法了 這樣子的特色 也呈現在文殊菩薩的形象上面 如果你看過傳統佛教的造像裡面 文殊菩薩他有兩個大特點 第一個就是他騎著獅子 第二個是他拿著一把劍 其實獅子呢 是因為在這個古代印度文化裡面 他會用兩組對葬的東西來譬喻 一組叫做獅子 一組叫狐狸 我們都會說叫獅子吼 與野狐名 野狐就是那個狐狸 那狐狸呢 在古代佛教譬喻裡面 就代表說各種觀念 狐狸可能很愛叫 一群狐狸會聚在一起 然後他們會叫啊等等 獅子呢 則是偶兒 他才會吼一聲 可是呢 獅子偶兒的這個吼聲 就可以鎮責所有狐狸的名叫 這個就是譬喻說文書的這種智慧 他只要一出手 他就能夠到達真理 瓦解掉所有的觀念跟錯誤 這為什麼文書菩薩騎著獅子 是這個原因 那文書為什麼拿著劍呢 這是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在大寶基金記載 叫做藏劍破佛 這故事用白話來講就是說 在佛陀時代 曾經有一次佛陀講課的時候呢 在座有500個菩薩們 他們都在佛陀教導下 得到超能力 他們能夠看到自己過去式 然後他們發現自己過去做了非常多不堪的事情 然後產生嚴重的自我懷疑 非常的害怕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佛陀就打pass給文書勢力 原文叫做 威神覺悟文書勢力 就是啟發他啦 然後文書勢力馬上就做了什麼事情呢 整理衣服 偏袒右薄 手持利劍 直去世尊 欲行逆害 他就整理衣服 然後把右邊的肩膀露出來 然後拿著劍 就走向佛陀 要準備殺佛陀 然後這個時候佛陀就在 所有人面前 大家都看到嘛 那五百個菩薩都看到 文書勢力要殺他 然後佛陀就說 只有當你有所謂人的觀念 跟我的觀念的時候呢 你才會有殺與被殺 害與被害 否則 這些都是假的 我就回顧到我們之前講的 入博二法門品 博二法門品講的就是觀念 人的觀念有好、壞、對、錯、殺害與被殺害 傷人與被傷人 所以呢 對於這些菩薩們 他們回顧到自己過去傷害很多人的時候呢 他就被那些傷害人與被傷害人的這些觀念給困住了 他可能感到很非常的痛苦 他可能感到非常的慚愧 感到非常的不堪 所以文書菩薩就故意做了一個藝術表演 在大家面前給大家看看 他要做出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這個時候佛陀也配合他 佛陀告訴大家說 你們沒有什麼好感到擔憂的 但是文書你也沒有什麼好要殺我的 我們沒有殺與不殺可言 這些都只不過是觀念而已 講到這裡你可能可以聽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文書有關的所有智慧的內容呢 他都是在瓦解二元的觀念 好、壞、殺、被殺、對不對 但是這種東西不適合所有人 因為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的話 這個社會就亂了 他只適合那些特別的精英 而且特別優秀的人 然後他最後可能只是在一個點上卡住的時候 那麼文書的智慧可以幫助他鬆脫這個問題 剛剛講到的這一些菩薩們 他們就是像這樣的人 所以呢 他們在這個時候就體悟到了波爾空性 爽的立刻就飛上天了 根據佛經的說法 他們飛了七個多羅素這麼高 一顆多羅素大概可以高到二十幾公尺 所以他們大概就飛了一百多公尺這麼高 這是佛經的說法 我們講了這麼多文書的這個智慧的特點 因為這個智慧是比較複雜的難以理解的 那文書菩薩這個身家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比較好懂了 根據佛經的記載 文書的居住地在中國的五台山 文書施立法寶藏陀文尼經裡面說 就是說我過世之後呢 印度東北方有個國家叫做大陣那 就是China 其國中有山號約五頂 文書施立童子遊行居止 為諸眾生於中說法 這個國家裡面呢 這個Great China有一個山叫做五頂 或者叫做五台山 文書坐在那邊 然後為諸眾生說法 你注意看喔 他佛經上是稱呼他叫文書施立童子 因為據說文書菩薩的形象 是一個八歲到十六歲之間的小孩 用小孩作為譬語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小孩他其實是有智慧的 他有某一種洞見 代表的是 般若智慧不是那種 後天學習之後 累積很多知識的那種智慧 不是 而是一種純真的洞見 所以為什麼以小孩來形容文書施立 因為他是一種洞見 他不是一種知識 因為呢 五台山這個地方 被認為是文書的居住地 所以後來喔 藏人呢 也都認為說來自東方的政權 西藏地在西邊嘛 東方包括中國啊 包括東北的女真啊 全部都是跟文書有關的 舉個例子比如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清朝女真人 他們叫滿洲人 滿洲這個詞怎麼來的 據說以前他們是自稱叫女真 後來呢 西藏的達賴喇嘛 就針對這個女真人的皇帝 上了這個 文書施立皇帝的這個稱號 因為他是來自東北的政權嘛 藏人認為說東北地方是文書施立的地方 所以在泛語叫做 滿洲施立 滿洲施立 這個現代的藏文文獻都還是可以看到 他稱呼這個 皇太極呢 稱呼叫做 滿洲施立大奉帝 大奉帝就是大皇帝嘛 滿洲施立就是文書施立 結果這個詞到他們 滿洲人之後呢 就自稱叫做滿洲 滿洲 所以滿洲這個詞其實是來自於 滿洲也就是文書的範文 根據佛經的記載 文書施立 他不是現在才是菩薩 他已經當菩薩很久了 放波經裡面說 經我得佛皆是文書施立之恩也 過去無陽樹諸佛皆是文書施立弟子 當來者亦是其微神力所至 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 文書者佛道中父母也 釋迦摩尼佛說 我現在可以成佛 都是因為文書施立 不是只有我 過去很多佛 都是因為文書施立的教導 才有辦法成佛 所以你看文書施立 他是一個童子 又是一個能夠啟發別人的人 跟他有關的數字 大部分都是五 比如說五台山 一般我們說文書菩薩是五計文書 他有五個小法計 或者說我們說佛陀有這個五種智慧 都是文書菩薩所展現出來的 那題外話 五種智慧這個東西 其實跟密宗有點關係 我們最近有做一個叫做 靈魂的能量測驗 就是跟這個有關的 因為密宗認為 人先天都有五種能量 而這五種能量 當他在親近的狀態 他就會變成五種智慧 當他在迷亂的狀態 他就會變成五種煩惱 但他本質上是五種能量 而我們這輩子 會因為業力的關係 我們某一種能量比較強 我們推廣的這個測驗 就是跟這個有關的 你可以去玩玩看 講到這裡呢 你可能對於文書菩薩 對於般若經 跟這個所謂的般若智慧 有一個初步的理解了 第一個 般若經跟文書菩薩 所代表的般若智慧 他是針對特別聰明的人的 所以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缺乏次第性 什麼叫次第性 次第性就是我如何讓一個 右右班的佛教徒 然後按部就班 到達波爾經的這個狀態 這個東西是缺乏的 因為呢 他裡面沒有明確的刺激性 所以呢 他變得是很扁平的 你只有處在一種 混沌的狀態 或者是你能夠體會到 波爾智慧的狀態 你只有二選一 你沒有過程 這就是早期大乘佛教的一種特色 早期的大乘佛教呢 你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讓自己 波爾智慧的境界 但是這些方式呢 並沒有按部就班的一個步驟 有些人可能專門靠祈禱 他很喜歡波爾經 他每天祈禱 有一天 他得到了波爾智慧 有些人透過禪修 甚至有些人是用旅遊的方式 朝聖嘛 甚至有些人是跟別人問答的方式 透過各種方式 運氣好的人 他可能就會突然 得到了波爾智慧 這種東西 在佛教術語叫做頓悟 頓悟 頓悟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跟禪宗有關的用詞 禪宗這個又是另外一個主題 頓悟跟見悟 見見開悟 這個頓悟跟見悟 頓悟是禪宗認為佛教修行的兩種方式 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個像公司的報表 有的公司 它的那個每年的增長率 是固定往上走的 比如說今年營業額100萬 然後明年增長10% 後年增長10% 大後年再增長10% 它是可以看到一個線條的 這種我們叫做見悟 就是它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發現 那頓悟比較像什麼呢 就好像一家公司 前五年都在虧錢 第六年突然暴漲200倍的營收 這就是所謂的頓悟 頓悟的修行方式就是 就是前面會做一些東西 看起來沒有次第性 沒有順序性 沒有循序漸進 但是它會突然爆發性成長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東西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它不可捉摸 前五年它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文書施利信仰 或者說頓悟信仰 就跟我們後來所發展的密宗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密宗有很多內容是神秘修行 比如說我修個法 我就做了一個夢 我做了一個祈禱 我就做了一個夢 然後我得到智慧 這裡面其實沒有任何次第性可言 可是它就跟我們後來流行的密宗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呢 文書菩薩所代表的這一種頓悟思想 跟我們很久以前介紹過的 彌勒菩薩所代表的這種 早期的這種菩薩 到後來就產生了非常激烈的一個戰爭 當然不是真的打仗 是思想上的戰爭 因為文書代表的是這種 智慧 頓悟 這種一刀切到底 這種最適合最精英人士的這種修行方式 而彌勒菩薩呢 我們之前提過 它的風格是 將所有系列講得非常清楚 有次第性 有順序性的一種修行方式 這兩種方式 在後來的大乘佛教 就變成了兩大主流 我們一般稱之為叫兩大車 一個叫做聖身健派 一個叫廣大型派 這個東西 就是下一次 我會跟你分享的佛教故事 按讚 多久 這個樣子 就比較多 你好 對 你 怎麼 口 你 谢谢大家